用非移民签证入境美国后提交I-485班绿卡 常见问题解答 最近美国绿卡排期前进比较快 很多申请人都有机会可以提交I-485 完成绿卡申请的最后步骤 一些申请人适用 等旅游探亲短期访问签证入境美国的 也有用 或者其他签证入境的 对于是否能够提交I-485和此后的步骤 手续有一些疑问 更多信息请参见 我们在美国攻略网站的文章专栏 有20篇最近写作的移民文章 问题一 用B1、B2入境以后 要等多久然后提交I-485 才不会遇到被怀疑签证欺诈等方面的问题 解答 一般来说 用B签证入境美国以后 可以提交I-485申请 没有关系 我们已经有很多客户是这种情况 顺利取得了I-485批准 具体来说 入境多久以后提交 看个人的具体情况和需求 如果有的人签证身份即将过期 需要解决身份问题 或者迫切需要拿到EAD或者Advance Pro 那么 一般不需要多等 更多信息件下面的问答 问题二 用B签证入境美国以后 提交I-485 会不会被认为是入境后的行为 与签证目的不符 解答 通常情况下不会有这个问题 举例来说 美国公民的父母 很多都是先用B签证判亲 入境美国 然后提交I-485的 子女同时或者在此前提交亲属移民的I-130申请 同样的道理 美国公民的配偶 绿卡持有人的配偶 EB5投资移民申请人 或者其他类别的绿卡申请人 也可以这样做 关于入境美国的签证种类和后续I-485申请的问题 除了入境时间长短 还需要看其他因素 举例来说 如果这已经不是第一次用B签证入境美国 签证是在若干年前取得的 那么即使这一次入境美国以后不久就提交I-485申请 一般也不会遇到问题 美国移民局的说法是 问题三 那么什么样的情况 有可能会被认为是入境后的行为 与签证目的不符 可能影响到入境美国 或者影响到入境以后提交I-485申请呢 解答 参见下面几个例子 申请人A在用B签证入境美国以后两三个星期 就和早已相识的对象注册结婚 然后马上申请亲属移民 那么 移民局可能会认为 他早已经计划好了要在入境美国以后马上结婚 但是隐瞒了这个目的 他的I-485申请可能会遇到比一般人要多的询问 但是并不意味着I-485一定会被拒 也要看申请人是否有合理的解释 如果是入境以后过了三个月然后才结婚呢 一般就不会有问题 申请人B为了确保签证获得批准 先临时办理了到美国的B签证或者F签证 然后再拿到签证以后 马上在中国或者其他地方与美国公民或者绿卡持有人结婚 两人在此前已经结实并且谈婚论嫁很长时间 接下来他很快就尝试用新办下来的B签证或者F签证入境 那么美国政府可能会认为 申请人B办理这个签证只是为了绕过签证官对移民倾向的识别 他在入境美国时有可能会被拦下来盘问 甚至有可能会被遣返 被要求在中国另外办移民签证 申请人C用B签证或者F签证入境美国 办理签证时说的理由是旅游 探亲或者上学 然后再入境美国以后 马上直奔另外一个州开始打工 持续较长时间 没有去原先说的要旅游探亲上学的地方 那么在他此后办理绿卡申请 比如亲属移民或者职业移民的时候 移民局可能会提出 他办理签证时的理由和后来的行为严重不符 这并不意味着他的I-485绿卡申请一定会被拒 我们有一些客户在这种情况下 也顺利取得了绿卡批准 但是同样要看具体情况 要看申请人是否有合理的解释 问题四 B1 B2 签证身份或者其他签证身份过期了 还能提交I-485办绿卡吗 解答 有可能 但是一般来说 需要注意在签证过期以前及时提交延期 或者签证身份转换的申请 在这类申请爱务39盆领期间 可以提交I-485 比如说 你的绿卡排期快要到了 想在美国境内等排期到了 然后提交I-485 可是你当前的签证身份即将过期 或者因为从学校毕业 LPT结束 工作身份转换 家庭情况变化等原因 即将失去当前的签证身份 怎么办呢 如果是B1 B2签证身份可以提交一个延期申请 如果是其他签证身份可以提交转币签证或者其他签证类别 比如H4 F2等等的申请都需要填写539表 然后接下来在I-539盆领期间可以在美国等待 不累积非法拘留 如果排期到了 可以提交I-485 然后就不需要其他签证身份 可以继续在美国等待I-485批准 这里要注意 在提交了I-485以后 还是需要尽量争取此前提交的I-539 B2 延期或者签证身份转换申请的批准 因为你的I-485是在I-539判定期间提交的 只有在这个I-539批准了以后 才能 说你的I-485是在签证身份的有效期内提交的 美国移民局的说法是 否则 如果移民局认为 你在提交I-485的时候 已经没有在美国的合法签证身份 那么 有可能会影响到I-485的批准 我们已经有若干客户在提交了I-485申请 以后继续顺利拿到了I-539 B2延期的批准 因此 我们可以确认 在签证身份已经过期 但是提交了延期或者身份转换 在等待的阶段 是可以提交I-485绿卡申请的 而且提交I-485不影响 银银期申请I-539的批准 问题五 签证身份过期 也没有办延期或者转换身份的申请 还能提交I-485绿卡吗 解答 有可能 比如EB1R3R4类别的申请人 包括家属 在最近一次入境美国以后 如果签证身份有GAP 或者曾经未经许可工作 加起来到180天 有可能援以2-4-5K的规定 仍然可以获得I-485批准 再比如 如果申请人是绿卡持有人的配偶 或子女 或者有孩子在美国出生 或者是美国公民的子女或兄弟姐妹 那么 有可能办理I-601豁免 解决签证身份的问题 另外 大家知道 成年美国公民的父母和配偶 只要是合法入境美国的 即使身份过期了 也可以办亲属移民 当然 如果曾经拿过J签证 很多人还是先需要办两年服务期的豁免 资讯由新卫名律师事务所提供 供教育和交流目的 不作为具体的法律建议 欢迎来电来信询问详情 emailinfoatnwmlaw.com 网址 www.nwmlaw.com 我们有多位毕业于世界名校的理工科博士 我们有自己申请绿卡和签证的亲身经历 包括杰出人才 niw 亲属移民 我们有科研经验和能力 可以直接阅读 明白申请人的论文和工作 关注我们微信公众号 每本每高留学指南